再來看到呢 在昨天中午在苗栗縣三億鄉舊山縣鐵道的自行車是發生了出軌意外 有四名乘客在回程途中是經過隧道口時突然刮起一陣強風 是把這個隧道口的閘門給吹開 也造成車輛山壁不及被撞偏軌道 那好險這乘客都沒有受傷 而事後業者也用這千斤頂呢 將車輛推回正軌 山壁旁火車頭造型的鐵道自行車歪斜擋住隧道口 好幾名穿著橘色制服的工作人員站在車尾 手忙腳亂試圖推回原位 而好幾名家長牽著小孩也從黑漆漆的隧道走出來 他們臉上滿是金口 因為剛剛發生出軌意外 害得他們被大力震了一下 差點就摔出車外 鐵道上架起巨馬工作人員也擺出三角錐警戒 這裡是苗栗縣三億鄉舊山縣鐵道自行車 是觀賞苗栗隆藤斷橋的必遊景點 21號周六這天不少家庭前來遊玩 沒想到鐵道自行車卻突然出軌 索性沒有人受傷 當時車上有四名乘客回程出隧道時 隧道口的鐵柵門固定扣疑似早有鬆脫 突然一陣狂風襲來 門被吹開 還把車輛撞到出軌 事後業者用千斤頂將車輛推回正軌 花費將近兩個小時 狀況才被排除 第一時間我們也是有先慰問一下客人 然後還有他們有沒有受傷之類的 客人其實也都能接受我們的處理方式 近期正值變天 隨時都可能刮起強風 業者未來還得增加人收管控閘門 遊客行程玩山谷美景 緊接著遭遇出軌 驚魂季 好險車輛行駛速度緩慢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記者苗栗綜合報導 請假設都沒什麼 請對方的 Interface 請評提好 請考古已拜託 請教小我 請居初遍 夠 overall 創 fit